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地圖動畫呢 其實也蠻常見的 像一般像這個國家地理頻道啊 也蠻多的 像這個應該在後面這樣 在這裡 中間這一段 然後他就會做如硬的動作 或者是那個都有 反正簡單的到難的都有 那麼我們再往下走 這個的話是一個AE的範本 這個是一個AE的範本 這是要賣錢的 所以你看到有浮水印有沒有 但是還是可以參考一下 有沒有一個這樣畫過去畫過去畫過去的 那以前我們有學過那個寫字動畫嗎 跟那個概念沒同 跟那個概念沒同 再來我們往下看一下 這個也是很經典的啦 這個是一個快遞的訪告 新無流令世界更美好 剛開始你看到的是3D的 好這是3D的 像後面這個你剛看到那些字幕那個的話 那我們就用攝影機追蹤喔 我們後面會跟各位提到 像這種有沒有 攝影機追蹤 好我們看後面喔 反正你會看到很多 像這樣地圖跑來跑去的啦 有沒有 這樣寫也是一種喔 好 另外這個應該就還好的 像這個 這個是一個教學影片 好這是一個教學影片喔 有沒有從這邊發射過去 對不對 你也可以把它立體化 各位還記得我們之前有學過 做球體化那個濾鏡有沒有 做那個Discovery啦 好Discovery的那個Logo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球體化 就可以做到類似的齁 那這個也是國家地理頻道上面 這是那個Discovery 有沒有地圖動畫 其實這一部影片還蠻好看的啦 其實這一部影片還蠻好看的啦 因為 它都是那個特戰隊嘛 美國特戰隊去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那些 點 試著 讓人家抓看看這樣 看大家有沒有辦法抓到它 所以 這個 也有像這種地圖的動畫 好 那我們這次做的呢 就像 你剛剛看到那個 上面 這邊一樣 這裡 有沒有像這樣出來 那 A1跟Flash做 最大的不同 就是A1有攝影機的概念 因為我們上個學期有講過A1的3D 3D的部分 有那個攝影機的概念就是這樣子 好這樣子 那 我們看一下呢 下面這裡 這個是把它加上 我們剛剛提過的球體化之後 你就可以變成立體的 有沒有就有立體的 所以這樣也是可以的 就是 一樣的東西 可是呢 你加上一點點變化 就可以產生不一樣的效果 那就麻煩各位 你可以把這個學習重點把它打開 在這裡 在這邊 另外呢 這裡有一個老師寫的 部落文章 你要怎麼樣 導引線動畫 這個我們在比較後面 線頭動畫之後會用到 相關的素材呢 你可以從這邊去下載 從這邊去下載 我們主要會用到的濾菌就是這個Stroke 也就是我們以前那座寫字動畫那個 嗯 那麼 這個範例主要來自這個網站 好 主要來自這個網站 這個我上次有跟各位介紹一個日本的網站 我們有好幾個範例都來自這邊 好 如果你有興趣 你可以到它上面的官方網站去看一下 好 官方網站上看一下 它官方網站也有提供我們的專案檔可以下載 它的是5.5的版本 所以各位現在都是可以打開的 好都是可以打開的 如果你有興趣 你再去看看它裡面的其他範例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 就麻煩各位把我們的素材 先把它下載一下